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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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日瀰漫的景象 全是今生的向往 许愿登上 情数两行 可心生怕你遗忘 夕阳把影子来唱 朝着你来时的方向 相思如花 千年才绚放 时光太漫长 都不卸下伪装 你就是我甜甜的糖 甜甜的糖 探索时光 你唯一的墙上 也许是那夕阳 吻在你脸上 不想要对你说谎 还有漫长时光 你就是我甜甜的糖 甜甜的糖 漫长时光 你唯一的墙上 也许是那夕阳 吻在你脸上 不想要对你说谎 还有漫长时光 欣赏 听闻圣上非常重视南厨神 还给你封了一个御膳房主厨的位置 你放弃大好前程 回到花间大厨前面 在花间大厨前面 你可真是淡薄名利啊 导主 我本就是花间大厨的人 比因为花间大厨出一份力 月儿 你说是吧 你能回来 我自然是高兴的 夫君 杜若来花间阁任职 对于我们来说 在朝廷里 里外是个照应 对于花间岛来说 是个大好事 你就别置气了 当然 我可高兴啊 按理来说 新月一时尚司即位后 拜见完岛主 岛主应协同参观花间阁 要不你们 这种小事让下人去做便可 我堂堂岛主 对 岛主说得对 岛主日理万机 必然是没有闲工夫陪同了 那不月儿 你陪我去转转吗 我 夫君 我与杜若以许久为鉴 那我可否陪他一起 不必问我 你自己决定吧 我ätt而言 可否 你咱们都担心 你咱们phase 你去喝水 我让你喝水 你没吃水 你够喝水 我给你喝水 咱们把点喝水 你吗 我给你喝水 你会喝水 我给你喝水 你给我喝水 快吃吧 嗯 刚才傅君说的话 可不许放在心上啊 我才不跟他一般见 嗯 傅君那个人呢就是这样的 在外人面前严肃沉稳 但有的时候啊 要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可爱 不过杜若 你也真是的 我都已经答应了夫君 带你去花间阁参观 你倒好 偏要半路拉着我回这面馆 给你做面吃 还不是我这个胃在导管 他太想吃你做的小面了 对了杜若 这在御膳房容当御厨 是多少人梦不可及的 你为什么要自寝和花间阁啊 还不是因为你 我本来想在京城 把那个诡异难则 捕回来跟你治病的 但是我找遍了整个京城 都没发现的 我担心 我担心 我再也吃不到你做的小面了 所以我就回来了 月儿 话说你最近 身体如何呀 你放心吧 我最近身体还够好着呢 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 我都会好好珍惜的 对了 差点忘了还有一事 我在朝廷任职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 花间岛的任职名册 这名册上 花间阁的创始人 除了老岛主花间山以外 还有一个云士 不过 这云士 被红墨抹去了 那是犯罪免质的意思 这岛内姓云的人 了了数人 厨艺精湛的 那云以首屈一指啊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云士 很有可能就是云影 属下通过花间山师傅 金掌勺得知 花间山与云婉溪 乃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妹 两人当年一起入宫后 各司其职 花间山主要负责皇子的饮食 与后宫嫔妃 几乎没有接触 如此听来 花间山与母妃是没有交集的 那她为什么要对母妃下世 我之前听阿爹说过 阿娘是嫁给她之后 才开始自学厨艺的 这跟你的说法有出入啊 所以这事细想一下 还挺蹊跷的 您想啊 若云仪和老刀主花间山 真的是同门师兄妹的话 花艺南又知道他们的关系 说不定 她接近你 是另有所多 你胡说 就算阿娘和老刀主是师兄妹 这跟夫君接不接近我 又有什么关系啊 你细想啊 这花艺南 在几个月前突然出现 不由分说的 还是对你穷追猛的 这又发生在老刀主花间山 去世之后没多久 这个时间点上就很可以 可还有更奇怪的事 说 当年花间山为了准备与云晚夕的婚事 暗中向金掌勺告了假 离宫去采买婚用之物 但是由于当晚花间山没能及时赶回宫 只能在外面过夜 然后金掌勺怕花间山受罚 便谎称花间山早已回了宫 而那一晚 就是宁嫔娘娘中毒当晚 所以 花间山根本没有时间去对母妃下手 但为什么满话和圣后会说是 但姑姑说 这云晚夕是被冤枉的 凶手其实另有器人 那凶手是谁 花间山 那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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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谁呢 能让凶手帮忙遮掩 那真正的凶手 身份非同一般 这都什么时辰了 陆月儿怎么还不回来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嫁做人妇了吗 跟男子单独出去笑什么话 也不怕闲言碎语 这样传出去对他名胜多不好 那道主 要不我再去看看 是 那个 若他已归 你让他来书房 给我认个错 是 道主 好 夫人 您总算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夫人 你不知道到时候我多着急 他一直在书房等着你呢 我听说花间阁有个收藏历史文献的藏书阁 只有花间阁副掌扇以上的职位 可以去查阅 夫人 夫人 您赶紧去一趟书房吧 杜若老是疑神疑鬼的 夫君带我这么好 什么可能对我令我所图 不过 要不我想法子 去花间阁当厨娘 一来我可以天天腻在厨房 二来 说不定在花间阁能了解到阿娘以前的事 夫人 夫人 对 就这么办 好 到处 陆月儿人呢 到处 我叫了夫人 两伤 她 她 她什么她 我叫了她都不来了是吧 我去 来 夫君 夫君这是怎么了 夫君 你怎么啦 你们俩不好好参观花间阁 跑出去干什么 一去还三个时辰 你以为人父 但都和男子出去 成何体统 我的天哪 我跟陆月儿 就是一起出去叙叙旧 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啊 你们还想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 怎么办 我们就连吃醋上气的样子 都好可爱啊 你别和这边看着我 好 夫君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了 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夫君 夫君 虽然夫君生气的样子好可爱 但他冲我笑的时候更可爱 得哄他开心了 夫君 夫君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往事吧 我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吃糖 可是每次呢 我都分不到糖吃 我就想起我阿娘跟我说过 说人啊 只要感到开心的时候 就像吃到糖一样甜 所以我每次想吃糖的时候呢 我就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 就真的感觉好像吃到糖一样 你怎么特别甜 甜吗 像似融化 千年才能当 时光的人都 才不写上 为一张 哦 你就是我 甜甜的爱 甜甜的爱 探长时光 离微的江山 唯一的江山 你是什么夕阳 混在你脸上 听到一般的模样 一口一口 也许你才是甜甜的烫 我无忧无忧 不是我慌张 不过是那海浪 装在我心上 不想要对你说谎 还有漫长水光 你不生气了 你真的真的不生气了 你父亲你真好 那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吧 我想去花间阁当厨娘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 我会自行前去参加 厨娘的考核 我绝对不会让你出面的 杜若前脚进花间阁 当玉石上司 你后脚就要进去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你是不是冲着杜若去的 不是 父亲你多虑了 我想要去花间阁 是因为 是因为听闻我阿娘云婉夕 也曾是花间阁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 我想跟随我阿娘的步伐 进花间阁 再者说了 这样也好不荒废我的厨艺嘛 谬言 花间阁的创始人 始终是我父亲花间山 我不管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反正 你就是不许进花间阁 那我也不管你允不允许 反正我就要进花间阁 你 你敢 我 我就敢 来人哪 刀主 刀主 夫人身体抱恙 不能出门 你们给我看好了 不准出刀主府半步 是啊 是 花一楠你 你 你 这男人 形象真隐情不定 不过我刚才还觉得你可爱 我真是脑子烧坏了 好 好 来 慢走 我想要去花间阁 是因为 是因为听闻我阿娘云婉夕 也曾是花间阁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 我想跟随我阿娘的步伐进花间阁 他是从何得知此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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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那 那呀 昨儿个我们花间阁 是举阁上下扫径一带啊 就是为了迎接玉石上司您哪 那场面 那阵仗 叫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万人空相 蹈喜相迎啊 都是为了一览玉石上司 您的星眉见目玉树临风之姿啊 杜上司 今日是花间阁 初选会的最后一天 等您稍歇片刻 我们一同前往初选会 早就听闻苏管事 性格温婉大方 来花间阁的达官贵人 无不赞与苏管事的 为人处事之道 杜上司谬赞了 怎么是你这个流氓无赖啊 呦 刚刚才跨完苏管事 这马上扯原形毕露了 恕属下失礼了 这 玉石上司跟苏管事认识啊 不认识 哦 不过 以后有的是机会 慢慢认识啊 慢慢认识啊 啊姐 听说你昨晚惹恼了一男 被关了禁闭 我呢 是特地过来慰问你的 是来看我笑话才对吧 谢谢阿姐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 我可没空打的 赶紧把名字给我树上 别耽误我外出 我不知道你得一男 喝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答应把银钱交付于你 反正我的秩序钱票 你一定不许拦截 我想给你更多的 岛主府女主人的职权 以后岛主府的财政大权 都交给你处理 哦 我想起来了 却又此事 你处理 阿姐 嗯 华一男这是给我埋了个天火雷啊 阿姐 不知今日岛主是在花间阁 还是在府上 今日是花间阁 厨娘厨选会的最后一天 一男无疑是在花间阁 若你想找他求饶的话 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初选会的最后一天 初选会 郑主 干什么的 奉夫人之命 给岛主送吃似的 走吧 就这样 还想能不能住我的院 没门 请问请问 等一下 我 我要报名 来不及了 报名已经截止了 你明年再来吧 明年 明年可不行 大哥 你通融通融呗 那个 这个 这个 拿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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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通融通融吧 收着吧 收着吧 进去吧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谢谢 请问是在这儿报名吗 对了 行 就在这儿 好 别吵了 那边的 在这里把名字写好 把牌子挂在这儿 然后再在这里排队 听明白了吧 来 过过了 为了了解阿娘的往事 我必须低调行事 不能以岛主夫人的名义来报名 给你了 谢谢 谢谢 上挂 给 往那边挂啊 第一刀 第一刀 辣 开始 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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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主 初选会也开始了 盈蓉姐 你发挥怎么样啊 山保你呢 我去年啊 也来着花间隔应选过 只是没想到 败在了最后一关 我也听说 这最后一关其实并不容易 只不过没想到是单独应选 里面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不过 盈蓉姐你都有经验了 而且你做菜那么厉害 肯定没问题的 但愿吧 但愿吧 如果今年还是选不上 那我可得回去继承我父亲在大酒楼了 不过我还听说 去年好像有一个厨娘 因为说自己成了亲就被取消资格了 为什么 因为成了亲的人 肯定没办法全身贯注在厨艺上 难免会分心给家人嘛 所以有的厨娘她明明成了亲 还说自己没成亲 嗯 花间隔选出的果然严格 这么想人 该怎么办 好 下一个鲤鱼 一定会为难我的 鲤鱼 鲤鱼 谁啊 鲤鱼 到 快快 快来 哦 各位初选官好 我叫李云月 我来自云月 哦不对不对 我经营了一家面馆 我擅长自创才是 各位初选官好 我会下游的 我会下游的 转过身来 干嘛呢 倒主将你转过来 你还不赶紧呢 哎呃 哎呀 哎哟 哎哟 有 哥哥 这口罗 我头上就有点儿 面面塌 花也说不出事 我 我吓了只有口罗 哎哟 哎喻 突然一下 这都好了 这个吴玉儿 竟敢给我偷跑出来 我叫李玉玥 若当众接受玉儿的身份 怕失了她的颜面 李玉玥 你成亲了没啊 去年啊 好像有一个雏娘 因为说自己成了亲 就被取消资格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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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成亲 没丈夫 你没丈夫 你怎么可能没丈夫 我 我 为 我为什么不能没有丈夫 可能是因为有丈夫 和没丈夫 是一样的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点头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点头啊 对啊 我刚才点什么头啊 我 我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我丈夫死了 你丈夫死了 你丈夫死了 对 我丈夫因为我话太多 她 她鞭死了 你 你居然说 你居然说 你居然说你丈夫话太多 刀处 要不你还是先让我剁菜吧 你问题问得太多 我搭不上来 你儿 李云月出言无状 俱傲无礼 不宜留在花间阁 下去吧 可 可是我 司管事 这就是你 一贯初选的态度吗 若只因他人不善言辞 就随便取消资格 那得损失 多少作善器材啊 engg 이라 鲁 鲁 一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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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